今天呢要讲的是我们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分成外智和内智 内智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根本智 人的内心长存的智慧 外智呢就是突然之间的小聪明 所以呢很多人不懂 什么叫外面的智慧 什么叫内在的智慧 实际上一个人的智慧跟他的自己所学的知识 还有跟他的德性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本身在本性里就包含着智慧 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本性 那么本性呢和你的修为当中的理智结合起来 那么你就有真的修为了 所以呢本性实际上就是你心中的一颗圆润的珠子 按照佛法讲六度万行体中圆 万行就是说你不止有一万个行为 一万个行动一万个事情 实际上万行就是比喻像百千万恒河杀树一样 实际上人不知道自己是拥有智慧的 因为人不失人 所以我们经常在社会上说这个人不失人头 实际上人不失自己的本性 因为人皆具有佛性 这就是人应该能够得到先知先觉 能够体悟出人间宇宙真理的一个聪明智慧的本源 实际上人都有一个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必须跟你的理智结合起来 因为理智的人他是拥有智慧的 因为你不理智的人做出很多事情 他是没有智慧的 所以我们说学佛学法 要懂得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理念 能够智慧一点 就叫理智 让我们自己懂得智慧在心中 我们的本性就会越来越亮 实际上我们要让我们的本性 来开启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良能 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恶事 我们不要去想任何不好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拥有你的如实的本性 就是你的本质的东西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经常插洗自己的本性 你的智慧就会长存在你的心里 我们举个现代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想了解一个事情 想做成一个事情 我们要懂得运用和运转 实际上要懂得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智慧来埋没 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能量 我们要理解 要有理解的智慧 我们理解了他人 你就会有智慧 我们理解了这件事情的本性 本质 我们就有智慧 当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良心的时候 你就是拥有了智慧 所以我们要懂得 在一个人间怎么样 来让自己的理智占上风 这样实际上我们就是 一个懂佛法 懂礼貌 懂道理的人 如果一个人不能让自己的理智占上风 实际上你就会被贪嗔吃卖仪这些所遮住 所以我们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要天天地求世界和平 国家兴旺 人民健康 我们要求众生幸福 我们要懂得众生的幸福 就是我们的幸福 这就是你的本性所为 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人要随缘 随缘就是不去怀疑人家 随缘就不去嫉妒别人 随缘就是心中坦荡 如果你一疑心 你心中就会有暗鬼伸出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 疑心伸暗鬼 要明白 实际上不失 就是当别人在骗你的时候 你心中明白 你也要有慈悲的不失 你要可怜他 有时候 就算别人在骗你 你也要忍耐对方 所以寻找烦恼的人 就是不懂得慈悲的人 因为烦恼来了 智慧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懂得 一个人必须要懂得 要有智慧 没有了智慧 你就一定会烦恼 当你有了智慧 你烦恼就会消失 那么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智慧 首先要 用自己的 本性 做基础 如果这个人有智慧的人 他的本性 是非常善良的 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人 因为本性 好的人 实际上就是性格比较好的人 而性格好的人 他就是一个能够决定他自己命运的人 因为性格就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和一个关键点 所以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因为当一个人成功了 他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多人做一点事情 以为做不成了 他就不做了 所以他永远做不成大事 而有些人的性格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要好好的修 好好的学 我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明白更多的道理 我就是要做人家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这些已经是你的成功的一半 所以我们随缘的人 就是能够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 去帮助他 去解决他 不把所有的人间的东西看成是绝对 那你就明白真相了 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绝对的 那你就会失去了更多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看问题 永远要看到他的前途和光明 对很多事情要懂得 他都是在变数当中 不能把它看成绝对了 因为你一绝对 你就稳不住 因为你一绝对 你就不会开悟 因为你一绝对 你会想不通 最后会堕落深渊 很多人夫妻吵架 他绝对以为 他的妻子不会再跟他好了 所以他才做出一些非常的 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来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他永远不会做事情非常的绝对 就是要悟 就是要随缘 所以随缘的人 他就离开 这个绝对非常的远 所以台长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要叫大家懂得 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要好好地调整身心 我们要好好地忏悔罪过 我们要好好地明白 我们自己过去做过的业障 我们要提升智慧 操生了死 我们要懂得现实实际上 就是你过去身中的所造 也就是这个果 就是你过去的因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 希望大家要不停地去守见 不停地去把学佛的能量 能力聚集起来 你会得到一种超自然的能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自为之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获得更多的摩尼珠 就是我们的智慧